大爹 敢别带啥喝酒呢 今天不是放大价吗 这次是专程表扬你的 干得漂亮 我的业务能力你放心好了 不光是办案抓人 你们做的那个节目做得不错啊 基层同志的付出和成果 都让广大人们看到了 保留一点啊 留着以后慢慢夸 好吧 低调一点 不跟你说啊 有人过来 拜拜 好 六八 一帆 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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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哥 你怎么能弄过呀 小白白 那儿啊 我拿回去 我拿走 他坐那儿 飞哥 那儿呢 飞哥 那儿呢 飞哥 不 你找的那个朱老三 嘴严不严呀 他吸的东西我没告诉他 他也不敢乱说 外人还是不靠谱 你去约他吧 关键报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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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缺着 我咋缺着镜子呢 算了 算了 看在这里比别人家 高一倍的工资的份上 咱们还是先忍忍吧 这可真是 有钱能使 贵腿磨啊 今天营业吗 营业啊 那为什么关着门啊 怎么也没客人 你开着没有意义吧 你不开门客人怎么来呀 老板好 老板好 怎么都关着灯啊 臭啥开门 好好好 太差不多 你说都关着灯 客人来了 连个店门都找不着 不是 爷爷 我这不为了省点电吗 你说是没客人就没收入 还得给这俩开钱 无底洞吗 胡说 臭啥给我滚 我这奇怪 我们卫家客栈 我们还是很有名气的 怎么到现在就没有客人呢 爷爷 我要说这其中吧 另有原因呢 您肯定不信哪 你说 现在啊 咱们这客栈 出了点怪事 在我手里边 好好的 怎么到你的手里边 就出了怪事呢 那我也不信啊 那他们都知道 已经吓走了十几个客人了 这么多客人 总不能每一个都撒谎了 他们都怎么说呢 说什么都有 反正现在是 反正现在是散客也不来 旅行团呢 躲着咱们 账上这是入不敷出啊 爷爷 你看啊 这是这两年的账 这一直是在负债经营 全靠那茶厂养着 但现在茶厂不景气啊 马上资金流就断了 就昨天那个老胡 还催我款呢 我都还不起他 你说再这样下去 就茶厂也得被拖垮了 这还送你出去 学什么酒店管理 你就学成这样啊 爷爷 我是学酒店管理的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有什么办法呀 不过呢 爷爷 我也想了一个就是 不是办法的办法 看样子你有办法 说 就是那个 经济学上叫 风险转移 怎么个风险转移 咱就是把客厂给卖了 把风险转移给别人呗 不行啊 这个宅子在咱们家 传了一百多年 我不能在我的手上 把他给卖了吗 爷爷 那我是没有办法的 你想到更好的办法吗 我是愧对我们老魏家的 列祖列宗啊 爷爷 这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你看 现在有好几家公司 要收购咱们的客栈 其中有一家澳门的 给他最高 九千九百万 九千九百万 还对不起祖宗吗 孩子 哥哥 我是舍不得呀 你爸爸不在了 我有这把年纪 可是以后 不就全靠你了吗 爷爷 你说我从小从而找大了 我也少了 可是我尽力了没有办法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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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又停电了 爷爷 你可是大外天多吓人哪 可惜啊 凡事都有他的运输 看来这个老宅子 跟我们的魏家 是缘分已尽呢 爷爷 您说缘分 那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客栈给 如果今天晚上再没有 没有客人 那都是天意了